我很害怕,因為那些人知道我跟壽司狼有聯繫 我不知道他們會否覺得我會避異 味道香口膠 怎麼說呢? 老實說,你基本上不可以吃到魚 不可以怎樣 大家好,歡迎收看耳朵大哥仔 Hello,又來到壽司狼了 5月5月推出了 昨天知道出了 今天立刻來拍 所以沒有發電郵給他留位 還有你要多謝你的觀眾 是觀眾跟我說的 是啊,昨天我開Live的時候 觀眾跟我說,壽司狼出來了,是嗎? 所以你們都提醒我 還有,昨天有看Live的觀眾就會想 咦?昨天又說不是約了Chloe姐嗎? Kennie姐 Kennie姐 因為Chloe姐她生病了 暫時之間 幸好Kenn她有空可以跟我出來吃 照以往慣例 每個月壽司狼一出新東西都會馬上試 然後告訴大家有什麼是值得吃 有什麼是不用吃 如果對壽司狼一向都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不懂毒 不知道是不是很值得吃 就這樣看起來真正吸引的 對於我來說 可能只有這個 就是明太子芝士忌廉軍藍 其他我也覺得興趣不大 但到底是不是呢 現在就來試一試它 咦?它變了要用這些鞍 哦 之前不是很隨意地 用一個我真的買回來的豉油瓶 裝了豉油 現在變成了這些 我想是否因為日本人在舔東西 哦 但關不關事呢 但坦白說要舔東西都是照舔的 沒錯 大大膽舔下去 大家千萬不要這樣做啊 因為我要過來吃 大切中噴拿魚腩 你覺得職用感如何? 不敢是有的 筋也有不少 真的嗎? 但我反而覺得在壽司案來說 筋也很快就用了 即是我自一塊 你一塊 Sorry 不好意思 真的有 我不是追隨 他不是收藏在畫面 然後現在拿出來 真的有 我那個就沒有了 我那個就用完了 但它做在肉感是不錯的 純粹我的豬肝太陌生了 到底有沒有筋呢 看彩素 對呀 你吃這個還是吃這個 我當然要這個赤花鑑白 那我先試這個 長期產天然狗潰 赤花鑑白 金木杰馬都好 因為這次壽司郎 有些壽司是以清淡為主 而這個赤花鑑白 它有分 近皮和肉的 肉那邊是淡淡的 你會吃到沒什麼味道 但你會吃到肉感是很好的 然後你的職用也是很好的 有一點點肉感 但是當你去到皮的位置 它的鮮味就有 我覺得這個赤花鑑白 是可以試一試的 還有怕腥的人 你可以試一下吃這個 因為它的肉是真的 挺鮮的 到我這個天然狗居 它夢幻魚得來 就真的是 第一次吃的感覺就是 它不腥 當它也不重魚味 它是淡的 味道很淡 如果你不是很喜歡魚腥味 這個又可以試 因為它真的不腥 它上面的東西其實是金骨果凍 哦 OK OK 你一吃下去 第一口 首先最有味的就是那隻果凍 之後才到那條魚 這個我也推薦 只不過 剛才大切中生亞魚腩就17元一粒 這個天然狗居 27元一粒 我會推薦的產品 除了是它的味道之餘 其實我價錢也算進去 是的 那27元呢 這個讓我先思考一下 高級食材 高級食材 日本稱為夢幻魚 OK 那點一粒 這個都OK的 可以點一粒 剛才你的赤花鑑伯 22元一粒 其實也不算是很便宜 講開這個赤花鑑伯 就是這個 白鐵火捲 便宜一些 17元四粒 這個粉呢 這個就是 我報告這麼多集壽司 大家都知道有壽司加了一塊大葉 我說一實下去就只有一塊大葉的味道 是的 它竟然捲了它 是的 沒錯 它捲了一條赤花鑑伯 老實說 你基本上不太能吃到那條魚 所有東西都在那塊葉子裡 芝麻呢 都是 沒有 沒有什麼芝麻味 對不起 雖然17元四粒 但是我還是不推介的 北海道產坤布 即八爪魚 聞下去是沒有味道的 我試一下就這樣吃 雖然它是多汁的 嗯 我自己覺得都真的挺多汁的 只不過 你說有沒有八爪魚的味道 我又 我又不覺得 很少 那些飯 比你的八爪魚快溶 五六倍 是 最後不停咀嚼八爪魚 咀嚼八爪魚 味道香口膠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它的八爪魚處理得不錯 真的每咀嚼一口 不是乾 每咀嚼一口都撕到一些汁 它是一些昆布的鹹味 那我自己覺得它處理得不錯 我吃過這麼多次的八爪魚 它都算是好一點 這個長期鏟炸豬魚 它的飯很小 然後魚很大 但我感覺好像去了英國吃炸魚薯條 ok 好像那些概念菜式 對 這個是蕉唇菜 可以試一下 反過來就夠飯 在我玩滑飯 哈哈哈哈 現在不是玩食物 因為是食物在那邊玩 它是很好味的炸魚 好吃的嗎 好吃的炸魚 但是我的感覺還是去了英國 它的炸魚是很脆的 但是不厚 條魚不是腥 但是有點鮮味 不會炸到沒有味 17元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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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個飯塔在這裡 是 我覺得可以 我這個是特性炸蝦海苔包 看上去都ok的 因為它有沙律醬 我就不點醬油 嘗試一口清掉 嗯 17元一塊 但是我自己覺得可以一戰 一咬下去 說真的 發揮到最大味道的就是沙律醬 是的 那現在就剩下蝦 到你炸成怎樣 都不差 甜甜的 可能因為沙律醬 加上紫菜一起吃 口感挺有趣的 就是跟大家說 一叫 立即吃 因為我把紫菜放了一點就軟軟的 這個本人個人看下去 看到這次的推出 最有看頭的壽司 就是 燒明太子配忌廉芝士均 因為忌廉芝士好吃 然後明太子我也很喜歡吃 好的 我也很少見到這樣的明太子 所以就期待 應該是粒狀的 變成了台灣香腸 是啊 所以我自己有些看好 就是看好這個 總子選手 但是我想看看它是否真的是台灣香腸 不是的 神經病 不是台灣香腸 聞下去已經很大股明太子味了 17元兩塊 這次我大推 但是明太子這麼大應該是很鹹的 它的忌廉芝士是跟明太子咬下去打架 它兩邊是打架 打架 但是打架 它兩邊中和了它們的缺點 明太子很死鹹 有些死鹹的感覺 那個忌廉芝士就中和了 中和了得來 它兩邊的味道是不會搶大家的 因為明太子本身 就算不是貴明太子 它也是職用的 哇 說真的留在後面最久的味道 就是 Cream Cheese 有鹹甜也有 這個時候 它們真的是完美的味道 我是全部之中最有驚喜的 我也是 不枉我一來就看好它 它很有趣的 大家我發現了一些東西 你這麼期間限定你還可以買到什麼 就是上個推廣的真烏冊三尾 OK 就是為什麼沒有人 就是沒有人 還有白紙軍藍也是 然後海鮮風味炸雞 OK 幫我改回新名 27元4塊 它的原名叫做海鮮風味炸雞 它的新名叫做炸雞 哈哈 我本身期待它可能會有一點點木魚味 因為最能騙海鮮風味就是木魚的味 你放在炸的食物上面 或者放在裡面的話 其實應該都是很有海鮮風味 但是我咬下去就是好吃的炸雞 然後就到每一次Promotion 我講過最應該期待的熱食 OK 那這次的熱食就是 濃厚飯 撥白湯拉麵 它整個麵園浸下去了 我發現開始變成青色 上面有很多蔥 還有蔥 說真的 這次的熱食 看上去的名字 沒有上次Promotion的熱食那麼期待 因為是白湯拉麵 沒錯 其實正常的名字都要拿個碗 我記得上次拍的那一條 很多人笑我們拿個杯來吃麵 其實吃到就行了 我的宗旨很簡單 我沒什麼所謂 它很有趣 雖然我問它很清 但是它吃起來很髒 但是蔥真的有一點 我看起來太多了 太多了 其實不喜歡吃蔥的 根本就不可以蘸 嗯 不可以蘸 就這樣 我覺得是法拉貝壽司 試試法拉貝 它終於是主角了 嗯 怎樣都一定有一點乾 那它這次就沒有 咬下去還是爆汁的 咬回白湯出來 真的 那個味道不錯 而且我喜歡吃那個邊 那個邊挺好吃 你喜歡吃那個邊 對那個邊 不錯 32元一碗 照舊 熟食家 這次推不推薦呢 因為它裡面的飯 配大概四顆左右 如果你剛好一加四口 我就建議成家分享一碗 大家先試一下 OK 壽司狼奶色沙冰 很期待 是哥都來的 覺得好像很棒 上面有一個奶油 那這些到底是什麼的沙冰 果然是甜品囊 我想說 你連著奶油 是 一口連著沙冰 蜜質進去 有些雪藻蛋糕的感覺 哇 一般沙冰的感覺就是 外面的那層味 你多加兩碟就變成水 是啊 它這個完全是不會 有那種變成水的感覺 它還有幾個錢 17元 17元一杯 哇 今期的17元都很瘋 我開始有點怨恨 就是它這個奶油可以大一點 是 現在不夠奶油用了 它應該是 轉圈 在這裡這樣轉出來 我搞定了 哈哈 太軟好吃 多點的陣容 就包括有九貴 是 蕭明太子貝忌廉芝士軍藍 你的赤花間白 不過是大切的 大切的 不是一粒粒的 然後就是壽司郎的奶色沙冰 這個是必吃的 可以試一次 就是大切中吞拿魚腩 但如果你平時在壽司郎吃吞拿魚 它又沒有什麼驚喜給你 那你就不需要特地去試 炸蝦 炸蝦選擇是可以試一鑊 炸雞也是 雖然沒有海鮮味 但裡面很好吃 炸魚也可以試一次 煩辣杯白湯拉麵 也可以試一次 最好同台分享 之後再決定 極度不推薦的 白鐵火捲 極度不推薦 雖然它的麵很帥 這次好像少了一些吃不下的東西 我們還沒說到昆布漬八爪魚 昆布漬八爪魚我不推薦 我覺得可以試一次 Kan是推薦的 就是這次推薦所有的東西 總括來說是比上次好 好一點 好一點 因為人們知道我跟壽司郎有聯繫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覺得我會避意 但是絕對不會 說得明 壽司郎這個系列 其實永遠都是賺不到錢 第一件事 沒錯 我昨天在Live 說過一次 不說他們會不會給我錢拍這部影片 就算他們說我贊助你進來吃這餐不用錢 我都不能這樣做 沒錯 因為一這樣做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每一餐壽司郎都是自費的 沒錯 大家就不用可... 不是 大家就不用 大家可憐我的時候 就多看我的Live 這樣就很好 我也不奢求太多 這次的壽司郎速報就到這裡了 承諾過我每個月拍一集 壽司郎的推薦 下個月、六月有什麼新的東西呢 我一知道就會馬上去吃 吃完就會馬上去拍給你們看 想繼續看小朋友的影片 記得訂閱伊麗的兒子 多謝Ken今天過來 記得訂閱YOLO最後計劃 逢星期一星期四出片 希望都可以繼續做到 總之一星期至少會有一條影片出 訂閱完之後記得按鈴鈴 我出片的時候 YOUTUBE才會告訴你 那我們下條影片之後再見 拜拜 訂閱 訂閱 thank you my Andrew 點 P Wells